八级拳目前在台湾有不少人习练 最大的原因是出身自河北苍县的八级拳名家刘云乔先生 为八级拳做了不遗余力的推广 刘云乔先生自又败在光绪皇帝的侍卫神枪李书文门下 习得一身八级拳的决意 现在我们就请刘老师来谈谈八级拳的推广情形 以及八级拳的特性 第一步我推广前自由大专元校开始 才在学生上学生开始 推广到如今十几年当中 所以大专元校的学生毕业的很多了 先到海外就开始发展 发展到海外 海外入美国隔统卷游 加拿大 德国 日本 美国隔统卷游 还有温温达 太晚年我自己也有个五胎 这个五胎我就是打软软校的学生 统统在五胎继续锻炼 而且全的特性它是上胎 上胎呢是虎心 下胎呢是雄心 雄心呢是打这个画 八级拳讲述是靠 靠就是秀化 在标面上看着是黑港 黑蒙 其实它内在的东西 通通打的是肉 所以它是个权力特性的 说再见 由于八级拳 刚猛厉害 因此被归类为外加拳法 事实上 内外分家 是满清政府当年分化五人的伎俩之一 八级拳 行之于外 虽然是以力为主 但仍需以内在的气 驾驭外在的力 因此 内外分家 是不尽合理的 今天八级拳 我就为您介绍到这了 谢谢您收看 同时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观赏中国武术 再见